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及其率领的国会代表团 已于当地时间8月1日凌晨抵达新加坡开始亚洲之行 当日稍晚时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见了佩洛西和代表团 会谈中李显龙向佩洛西疫情强调了稳定的美中关系 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据新加坡外交部发布声明 8月1日 佩洛西和国会代表团李节兴拜会了新加坡总统哈利马后 又会见了总理李显龙和外长维文等多位内阁部长 佩洛西疫情将在8月1日和2日访问新加坡 声明写道 新加坡总统哈利马向美国国会代表团肯定了两国间的 在5月2日目晚上代表团肯定了三国词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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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